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几个动作做完之后就有两分 那再来的话呢 仅能输入数字 就是在账号的部分 因为账号它希望只能够是数字的 然后呢密码只能够是密码 那在那个Android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给这个地方一个所谓的外部的格式 让它只能够输入数字 特别注意 各位可以在这个地方Input Type里面 它这个属性叫Input Type 就是说呢 这个Input Type就是说 如果你点这个AdTest的时候 它会自动跳出哪一种键盘 哪一种对应的键盘 如果你这个地方呢 只能输入数字 它就只会跳出数字的键盘 那我要怎么去选呢 点一下 找到里面有一个 这个属性叫Lumber 特别重要 如果你今天希望的是数字的话 那你就选Lumber 那Lumber里面呢又有三种 第一个是没有小数点的 底下两个是有小数点的 Dissimo跟Single 这个 你这底下 Side 这两个的话呢 就是有小数点 那它有Phone 如果你只是要打电话的话 那你就用Phone 这个地方 那只能够一个 不过它这个可以多选 有时候会冲突 因为两种键盘不一样 OK 我们用Lumber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底下这一个 这个是密码 对不对 所以请你在Input Type里面呢 其实用猜的应该也可以推得出来 因为它叫Password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找得到 有一个叫什么 这个 叫做Test的Password 按确定 那如果你选这一个的话呢 将来出现的 就会是点点点 它是那个密码的一个格式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数字的格式 就是借由什么Input Type 去做一个判断 所以将来呢 我如果这个地方 要给分数的话 我会点这边一下 看一下 你的Input Type里面有没有 或者有时候习惯是什么 直接切到这个XML里面 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XML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个标签 叫Input Type 然后Editor这边有个Input Type 就是TestPassword 那实际上当然 如果看Source 看习惯的人 很快扫一下 就看 可是一般人 我看好像 没有那个天分的人 光看到城市 就会有点昏了 反而看这个 会觉得比较舒服 那我们刚开始学习 是从这边开始的 而且现在坊间的书籍 它都会给你这个 而不会给你这个 不信的话 你们去坊间随便翻书 很少有给画面的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都给这个东西 只是给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一般人看就昏头了 那我都会跟同学讲说 你们就看这个东西 如果你暂时看不懂这个东西 没有关系 因为你 尽量让大家比较没有那个障碍的学习 不然的话 光看到那个Source 可能就想放弃了 那特别注意 请务必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星号 有没有 就表示什么呢 没有存档 无论如何 你做完一个动作 就请务必存一下档 因为太容易出错 都是没有存档 就做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 一定要存档之后才看得到 那就会有问题了 那这样做完毕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就有几分了 三分三分 所以刚刚做完的动作 就是在这里 一到五 做完就有十二分了 你会发现 这一题这样子 这么容易就十二分了 哇 太简单了嘛 OK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账号的地方是哪个 一般的账号都有 英文跟那个数字 对 所以就是要选 就是你就不要选 没关系 input type 如果说什么都要有的话 那就不要去限制 它的input type 它就会什么都可以了 刚刚有说 就是它要打进去以后 那个什么 请输入密码就会消失 对 那是自动的吗 自动的 自动的 自动 它那个hint 那个属性 它就是 有点像是 如果还没输入 它就灰色 点下去 它就消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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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